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睡眠呼吸中止症 好发于中年的男性 发病率是女性的两到八倍 每一百位成人 有五位罹患这种疾病 老年人的比例更高达10% 另外肥胖 扁桃性过大 下额骨过短 酗酒 有烟瘾的民众 都比较容易罹患这种疾病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除了睡觉打汗会影响诊边人 还会影响健康 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 荷尔蒙失调 新陈代谢混乱 同时因为晚上没有睡好 白天更容易注意力不集中 导致交通或工作上发生意外 因此离病的 患者一定要赶快就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抱你之 健康保理栽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不会打呼呢 如果你的呼声 整夜响个不停 而且第二天醒来 觉得没有睡饱 然后觉得非常的疲惫 同时老是有黑眼圈 那这样你可能要当心的 你可能罹患了睡眠呼吸中止症 什么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要怎么样去诊断 要怎么样的治疗 它对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透过今天的节目 我为您邀请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 到现场来 为您详细的说明 首先来欢迎三位特别来宾 非常欢迎三位特别来宾 到节目先来来 为观众朋友详细的说明 那我刚才提到说 睡眠呼吸中止症 一般听到打呼或是打憨 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 鼻子或是喉咙有问题 所以就会到许医师 你们的门诊来 比如客人门诊来 那这边想请教一下许医师 遇到一般这种来求诊 或打呼或是打憨的问题 这样一个民众的话 你们会怎么样去厘清 他是正常的打呼 还是真的有生病呢 其实最常造成我们 睡眠呼吸中止的位置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饿 可以看到其实说 上呼吸道里面最狭窄的地方 其实在这里 在我们软饿后面这个区域 所以睡觉的时候 如果因为软饿太长 太松软 或者是说有些人 他是比较肥大 都会造成这边的空间狭窄 第二个的话 因为现代人营养比较充足 肥胖比较多 会造成你们没有呼吸的一个情形 请问一下林医师 在胸上那一科 你们要执行什么样的检查 来帮这位病患确定 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的状况 是 当病患有怀疑 有所谓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他来到睡眠中心 做一个睡眠呼吸生理学的检查 经过这样子一个晚上 大约六个小时的睡眠 到了隔天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 那实际上的严重度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电视 那这个所谓有一个AHI 就是所谓睡眠呼吸中止指数的部分 一般正常人大概会在五次以下 大概就是每个小时发生的 睡眠呼吸中止的次数在五次以下 那如果他发生的次数到五到十五次 我们会认为这个病人 有轻度的睡眠呼吸中止 如果发生的次数在十五到三十次 那会说这个病人 有中度的睡眠呼吸中止 大于三十次以上 就是所谓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 那所以病患做完这样子的检查 会因他严重的程度不同 而让病患接受不一样的治疗 是 所以透过胸腔内科 这个睡眠方面的相关的一个检查 生理检查 就可以确知说 这位病患到底没有罹患 睡眠呼吸中止 而他的严重度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等级 可以透过这样来一个 做一个正确的诊断 那我刚才在节目线上提到说 你不要小看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其实短时间好像只是睡不好 但是长时间对身体其实是有害的 到底有什么样的害处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黄医师 对这个长期睡眠呼吸中止 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其实先讲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为什么睡眠呼吸中止症 跟牙科的相关性会这么的高呢 其实在我的临床经济有发现 因为饮食的精致化 跟一些人的演化 我们的下巴其实是有 越来越小的倾向 那下巴越来越小 基本上就阻塞了舌头在里面的空间 空间是变小的 那当然也会容易造成气道的阻塞 那讲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一旦睡眠呼吸中止 它会使得我们晚上 周期性缺氧的情况也会变高 一旦我们缺氧的频率变多了 我们的血压就会上升 会造成一些顽固形的高血压 像我们下一张 它会造成原因呢 高血压之外呢 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研究发现像中风的患者 就会是一般人的3.7倍左右 那也会因为它的缺氧 突然间又开始呼吸了 这些肺部压力的改变 也会一些慢性咳嗽 胃食道的逆流 然后甚至会因为缺氧 所造成的一些 可能会导致它糖尿病 变得更严重 然后病更肥胖 反复会更恶化了 我们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状况 那也会因为它晚上睡眠 不是这么的好 白天近身恍惚 除了造成你工作上 或者是交通上的危险之外 那也会造成一些 你精神上的疾病 那甚至有些人 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疾病 那也去看了身心科 那有吃了一些安眠药 或者一些抗用力的药物 它可能就会加重它 晚上睡觉 没有呼吸的一个风险 所以透过黄医师 这样的一个说明 发现原来 这个真的是一个 还蛮严重的一个慢性疾病 其实我们都会忽略 那由您的观察 像现代人 因为生活形态也很快改变 这样的病患好像越来越多 当然 所以透过三位医师的这样一个说明 我们大概知道睡眠呼吸中止 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那后续要怎么样去监测出 你到底阻塞在什么地方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我们先透过下面一段影片 待会再回到现场来好好讨论 因为人体的肌肉在清醒或睡着的时候 状态不尽相同 约有半数睡眠障碍的患者 要等睡着了 才能够找出阻塞的位置 因此在进行上呼吸道内视镜检查之前 要先利用药物 让患者进入睡眠 由鼻部置入软式的内视镜 观察在接近自然睡眠的状态下 患者呼吸道阻塞的情形 这对评估是否有舌根 以及喉部的阻塞非常有帮助 另外对于之前动过手术 或是戴牙套以后 还是没有明显改善的患者 也可以利用睡眠内视镜 来找出禅于阻塞的部位 让医师能够针对阻塞的部位 精准治疗 减少患者的病苦 透过刚才影片的介绍 我们大概知道 睡眠呼吸中止症 最主要最常见的原因 是呼吸道阻塞了 那要怎么样去畅通这个呼吸道 让你睡个好觉呢 首先我们来请教胸腔内科的 女医师 以你的领域 专科领域方面来说明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改善病人的状况呢 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治疗 主要除了我们待会会讨论到的 外科手术 内科的呼吸器 还有牙科的治疗以外 那还有一个要让大众先知道的是 其实自己也占了 这部分治疗的很大一部分 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 跟肥胖有相关 所以我们会建议所有的病人 都应该要做规律的运动 还有减重的部分 那另外呢 它也跟抽烟喝酒是有相关的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病人 尽量避免抽烟还有喝酒 以免造成晚上睡觉的时候 上呼吸道的脏力降低 而造成睡眠呼吸中止变得更严重 那在呼吸器的治疗方面呢 因为我们睡眠呼吸中止 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 上呼吸道的脏力不够塌陷了 所以我们在 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让病人使用一个呼吸器 那这样子的呼吸器呢 它会制造一个镇压出来 然后把风整个是带出来 那接有一个面罩的介面 它可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管子 然后接到我们的面罩上 把这个压力带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 让我们的呼吸道能够打通 那晚上才不会有这样子 睡眠呼吸中止的发生 面罩的部分呢 其实有的时候比较常见的是 像这样子的鼻罩的部分 它就是利用送颈带 把这个鼻罩罩在鼻子上 那当然也有 现在有比较轻巧的是一个鼻枕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两个东西 就是放在我们鼻孔上面 病患觉得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带得住 那当然有一些患者 有张口呼吸的部分 它就会有鼻罩加上口鼻罩的部分 把嘴巴一起带进去 那藉由这样子的方式 把呼吸道打开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外出 或是去露营或是旅行 那这个膝带上面 是不是有其他的形式 不然这个太大 实在是不容易带出去 OK 是 那现在市面上 大部分看到的呼吸器大小 大概是这样子的大小 那一般是有插电的形式 当然我们会建议患者是说 尽量每天晚上都要佩戴 而且佩戴的时间能够达到四个小时以上 或者占睡眠的百分比来得越多越好 所以常常就会碰到说 如果我们出去旅游出去出差的话 应该怎么办 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更小型的呼吸器 或者携带型的呼吸器 那可以满足患者各种不一样的需求 是 所以透过您医师的介绍 大概知道这个扬压呼吸器 是一种治疗方式 不过这要戴个面罩 可能也许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或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 那还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刚才前面我们提到说 这个口腔的问题 可能也会阻塞你的呼吸道 那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教这个专家 黄医师 我请教你 如果以口腔外科的一个角度来看 有没有什么那种方式 也可以来协助这样的病患呢 是 就如同刚刚您医师所讲的 我们主要就是要打开我们的气道 那我们的气道呢 它在吸气的时候 就像吸管一样 你吸气它其实是会压扁的 那有的时候因为嘴巴的下额太后缩了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口腔的维持器方面呢 是可以做一个像是止汗气的部分 它主要就是带上去之后 它把我们的整个下巴是往前拉的 那一旦它往前拉了 它后面的气道空间 它就是被建立出来了 可是呢 大家仔细看 这个关节当我是往前拉的时候 它的关节相对的位置 也不会在它原本的正确 最舒适的位置上面 所以它有些病人 其实是没有办法久戴的 它久戴了之后 可能也会造成它关节上的疼痛 可是大部分的病人 一开始还是会先尝试 这样子的类似止汗气的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是 比较没有侵入性的 那也是接受度比较高的 那除了这样的方式 有的是舌头 舌头因为它没有力量 它往后掉 那在这样子睡觉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另外一种装置 是叫做挡舌器 那挡舌器它就是从我们的舌根 后面稍微扣住我们的舌头 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舌头不会往后掉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我睡得着吗 有个东西是在碰我的舌头 那其实就像你戴着口罩 戴着眼罩睡觉一样 久了你就会慢慢的习惯 所以到底你是适合什么样的方式 可能也是要经过临床医师的评估 甚至是你回去戴了以后 慢慢的调整 才能够找到一个 比较适合你戴的一个 口腔的一个调节器 是 所以黄医师这边 现场有戴一个幻灯片来 那主要就是说 透过口腔的一个 矫正的一个作用 让你这个气管 阻塞的气管 本来是这么狭小 然后堵塞这个 戴着矫正器又变得这么一个宽 这样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是这样子 对 它这种的牙套呢 它另外一种比较 明白的说法就是 像下额前拉式的 把它下额 用外力的方式用牙套 上下都带住 一个东西把它往前拉 那往前拉就会造成 你下额后面的呼吸道 被扩张开来 是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 不开刀的一个治疗方式 透过刚才前面两位医师的介绍 我们大概知道 睡眠呼吸松止症 可以透过 扬压呼吸器的一个治疗方式 也可以透过口腔的矫正 这样一个方式 不过呢 有些病人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适应这样一个 非侵入性的治疗方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要请耳鼻科医师 评估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手术的方式 能够解决这样的困扰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许医师 在您耳鼻科的领域里面 有什么样的术室 可以来帮助这样的病患呢 是 现在在耳鼻科手术的部分 其实基本上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的解剖部位 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大类 第一个就是鼻部的手术 我们经由内视镜矫正之后 把这个鼻中隔矫正 把它从这个弯区的边上 节弯曲直变成直的 那肥大的下鼻甲 可以利用内视镜手术 让这个体积缩减 所以看到它的整个呼吸道 就变得畅通许多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下一张投影片 传统上来讲 我们做的这个叫做徐红锤 这个叫软垃 这个是舌头 这是牙齿 那刚才可以看到我们的侧面 示意图里面 徐红锤太长的病人 软垃太长的病人 基本上也会压到我们喉咙 这边呼吸的通道 我们利用像拉皮的缝线的方式 做一个缝线外移 把喉咙后面的空间整个拉开来 我们尽量保留我们粘膜的组织 保留粘膜的构造 那这会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疏后疼痛的程度减少 第一个疏后吞咽 讲话功能不影响 第三个它的成功率 可以从三层改善到八层 所以目前上来讲 在台中职业 我们都是采行做这个手术的方式为主 那最后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看知道有些病患 它的是十根往后垂的关系 我们可以做十根悬吊的手术做处理 是 所以透过许医师这样的介绍 我们大概知道不同主宰部位 有不同的术室 它当然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接下来的节目呢 我们要透过一位实际的个案 一位刘女士 她也有罹患的 或是罪眠呼吸中止症 透过她的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讨论 当然最困扰的是 我的打汗声很大 会影响家人的睡眠 六十多岁的刘女士 睡觉打汗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一直到六年前感冒就诊 医师发现她喉咙阻塞 进一步检查 竟然发现由来已久的 打呼问题背后 隐藏了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 虽然医师建议使用 洋压呼吸器治疗 但却始终无法适应 就到了半夜就会醒过来 就没有无法再睡了 经过转介 到台中词院 接受睡眠内视镜检查 发现共有鼻子 喉咙舌头三处 会造成呼吸阻塞 经过耳鼻喉科 许元珍医师讨论以后 在鼻子跟喉咙的部位 进行了外科手术 移除造成阻塞的问题 手术以后 医师建议刘女士再配戴止憨牙套 让她的睡眠品质大幅改善 效果很好 我第一次戴就完全能够适应 不会不舒服 现在刘女士夜夜好眠 她以过来人的经验呼吁 有长期打憨问题的民众 要尽早就医检查 就是打憨不能够轻忽 憨声太大 那可能就是有这种病 而且有这个病 会引起疾病的产生 所以如果你的打憨声太大 应该及早检查 及早治疗 医师指出 治疗呼吸中止症 要对症处理 如果患者无法适应 扬牙呼吸器与牙套 可以透过手术改善来适应 千万不要汇集记忆 以免对健康造成危害 在前面前半部的时候 我们透过胸腔科医师的介绍 知道要透过 睡眠多重生理检查 这样一个检查仪器 来帮你诊断 你是不是罹患了 睡眠呼吸中止症 后面节目我们又知道说 原来大部分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 是因为呼吸道的阻塞 那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帮你检查 你是在哪里阻塞了 你的呼吸道呢 这时候有一个检查 就很重要 叫做睡眠内视镜 那什么叫做睡眠内视镜呢 这是我们要邀请到 我们的专家 来跟你说明白 那请教教徐医师 什么叫做睡眠内视镜呢 好 一般我们门诊病人 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 你来门诊都是清醒的 你直立你是坐着的 可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是睡着 我们是躺下来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门诊做检查的时候 并不能完全真的看到病人 他阻塞的问题所在 所以睡眠内视镜的方式是 我们利用一个清亮的麻醉药 让病人睡着的时候 我们再撑内视镜去看 他呼吸道的位置 那去评估说 刚才我们讲的那四个位置里面 他是哪一个地方 发生了阻塞的情形 那你有带来一段影片 那这个影片 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荧幕上面 基本上我会配合这个侧面图可以来看 首先可以看到现在在荧幕正中央 这个就是我们的猴头软骨的位置 下面这边就是我们的气管 就是我们的声带 这位病人他发生的问题是 当他在呼吸的时候 他的猴头软骨向身体后面压了 所以他呼吸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发生部分阻塞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做睡眠检查的时候 这一圈就是软骨后面 可以看到这个病人 已经呈现一个360度的狭窄 当他发生打呼的时候 他说我呼吸道就塌陷了 所以不只是说呼吸道他肥厚 我们的软骨肥厚 还有他松软一样会造成这个问题 那我们怎样确定 到底是松软造成塌陷 还是说他是因为肥厚造成塌陷呢 这个时候一样我们做睡眠内视镜 就可以去做一个评估 最后可以看到这个病人 猴头这个部分 他这个软组织就往身体里面塌陷 一样这样的人会呼吸道 气流发生中止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如果是 问题不是来自于咽喉 而是来自口腔方面结构的问题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呢 这时候我们来请教一下黄医师 再以您的角度来看 这个口腔方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着手的 那我们这个手术 如果照我像刚刚这样的话的切线 下一张 我们会希望手术完之后 我们的上颚 会稍微往上抬升一点点 那稍微往上抬升一点点 我们的下颚顺着 切开之后往前挪动 有的时候会需要配合矫正科 有的时候可以不用 完全看我们到时候 评估你牙齿的齿裂状况 跟个人的需求来决定 一旦它往前动了之后 假设还不够 我们下一张 可以再把下巴这一块再切掉 往前移 完全去整体的改善我们的整个骨头的骨性位置 造成到后面空间的扩大 跟舌头的往前拉 是 那请教一下黄医师 你对这样的病患 你们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当然如果民众已经知道 自己有类似的症状 应该要及早就医 来确定有没有这样子的疾病 是 所以透过黄医师这样一个呼吁 如果你真的罹患了睡眠 呼吸中的症 真的不要害怕到医院来就医 你看今天节目现场 邀请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 有比如科医师 有口腔外科医师 还有胸腔内科医师 他们会互相地帮忙你 因为依据你不同的一个病因 为你量身打造 最适合你的一个治疗方式 当然就主要就是 你要能够跨出第一步 到医院来 来寻求这几颗专家的一个帮忙 所以透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也很清楚了解 睡眠呼吸中症的成因 还有还有哪些治疗方式 所以别忘记了 如果真的有问题 要到医院来找医生 今天健康包围队的节目 就到这边 谢谢你的观赏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